击毁一艘十万吨级的航母到底有多难 作为海上最大 最贵 最强的舰艇 航母一出门就会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这是去干嘛 目的是什么 如果目标与航母的关系不好 那对方就要考虑全村人吃鞋的时候要喝什么酒 当然 也有想不开想要机会航母的 比如胡塞武装 之前美国的林肯浩在中东部署时 胡塞武装就拿着无人机冲了过来 自然没什么用 不带一群小弟 航母都不好意思出门 其本身也具备一定的防御力量 那么航母的防御力量到底有多强 在外部署时 周围的小弟又是如何保护航母的 就单论海上力量 一艘十万吨级的航母说第二 没船赶成第一 只是因为弹道导弹 高潮音速导弹 以及核潜艇的进步 很多人都认为航母没用了 在大规模冲突中 这种又大又笨重的船就是靶子 根本活不下来 在此之前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也表示 美国航母不可战胜的时代已经结束 对此 火力军只能说 谁信谁惨 早在冷战时期 美国就提出了航母无用论 当时的苏联高层信了 于是 在古巴危机时 只能望着美军航母干着急 如果当时苏联没有相信航母无用论 现在的世界格局恐怕还不是现在这样 在冷战时期 美国与苏联研究的重点 都是洲际导弹 核弹头这种大威力武器 可以远距离攻击地方本土 整个过程中 连士兵都看不到 自然也不需要什么航母 在这个阶段 美国提出航母无用论 火力军也不调他的理 只是问题在于 美国只是说说而已 航母该走还是走 一搜接一搜 但苏联是真信了 结果古巴危机之后 苏联发现自己被坑惨了 通过一大堆的航母 美国海军可以实施海上封锁 阻止苏联继续向古巴输送武器 并出动侦察机 掌握苏联军事部署的证据 苏联这边威慑力几乎为零 图摇桌顶没办法一直在空中飞 加上没有空中掩护 一旦冲突爆发 苏联的舰队就成了靶子 潜艇也过不来 美军动用了大量的舰艇 在古巴外海构建了隔离线 其中包括反舰航母 苏联的核潜艇根本过不来 古巴导弹危机之后 苏联发现自己掉坑里了 开始研究航母 但是起步太晚 到解体也没能追上美国 从这个角度来看 美国这次提出航母无用 只是用来骗外界的 毕竟12万吨的肯尼迪号 还在建造中 航母真没用的话 美国早就将这种 浪费钱的项目给砍了 至于中程导弹 高潮音速导弹 核潜艇 以及现在兴起的无人机 的确能用来攻击航母 但想要干掉航母 那也就只能想想 实际操作起来 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就跟上面说的那样 航母出门 是要带保镖天团的 就比如福特号 在外部署时 驱逐舰 预警机 核潜艇等 一个都不少 在这种情况下 能够突破航母的武器 寥寥无几 当然 口说无凭 接下来我们慢慢聊 美国打造福特号的目的 就是为了大国竞争 所以上面所说的 各种攻击武器 福特号早就做好了准备 作为海军中的大跌 单打独刀是不可能的 讲究的就是群殴 打群架 需要大哥先发话 在战斗群中 航母就是整个编队的 C4I中心 所有的命令 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接到大哥的命令后 金牌打手就要出来了 也就是宙斯顿舰 一个标准的福特号战斗群 通常会配属一个驱逐舰中队 里面有好几艘驱逐舰伯克级 比如福特号不属到委内瑞拉 身边就带了三艘伯克级 包括班布里奇号 马汉号 温斯顿丘吉尔号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或许还会带上火力更猛 吨位更大的提康德罗加级 这些金牌打手能文能武 进可攻退可守 关键点就是MK41垂发 看着像一块块巧克力 但每个格子里都装着一枚导弹 一艘伯克级有90多个发射单元 一艘提康德罗加级有122个 这些坑里装着舰队的防空主力 标准6 标准3等 构建远中进程的防空火力网 想要打赢对方 外援是必不可少的 在水下还有一到两艘 弗吉尼亚级或洛杉矶级护航 任务只有两个 反潜作战 在战斗群周围数百公里的范围内 搜索并驱离敌方的潜艇 确保航母不会被来自水下的鱼雷 或潜射导弹偷袭 藏的盐也就意味着可以偷袭别人 偷偷摸到敌方附近 在对方最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 来一发战斧 不过在海上 老大可不是随便当的 这是打上去的 航母本身或许没什么占地 但是加上挂载的战机就不一样了 福德号搭载的第八舰载机连队 拥有超过75架个型飞机 构成了一个功能完备的空中作战体系 包括F35 超级大黄蜂 E2D EA18G等 当然战场上什么都会发生 即便有这么多小弟在外围层层保护 还是可能有几条落网之余 突破外围的层层拦截 冲到了航母面前 不过即使如此 那也无所谓 就跟上面说的那样 这个老大是打出来的 福德号自己就穿了三层放弹衣 核心是一个高度自动化的舰船自卫系统 整合了舰上的所有传感器和武器 可以快速处理威胁 自动做出交战决策 这也是航母最后的三道防线 第一层就是ESSM 福德号装备了两套ESSM发射机 专门用来对付高机动性 高密度的反舰导弹宝核攻击 普劳卡尔版本换装了主动雷达导引头 具备发射后不管能力 不再需要舰上的火控雷达 持续照射目标 专门拦截已经冲到航母附近的反舰导弹 采用被动制导 不出声不发光 静静追踪来起导弹发出的雷达波 或者发动机热量 最后一击毙命 第三层则是航母的最后一道防线 密集阵金防炮 也是最暴力的一关 福德号上装有三座密集阵 由雷达自动控制 射速高达每分钟4500发 一旦有导弹或无人机 突破了前面所有的拦截手段 它就会在最后几百米的距离上 射出一道由炮弹组成的金属网 不过打架这东西 仅仅是硬碰硬就太低级了 想要赢得战斗 还要有点起找 很巧 福德号航母战斗群就具备这一能力 精通魔法攻击 装备了水面电子战系统 能被动地探测反舰导弹的雷达信号 为全舰提供预警 更重要的还是软杀声协调系统 面对敌方的饱和式打击 可以指挥舰上的各种诱饵发射装置 比如薄条 红外干扰弹等 在最合适的时机 制造出大量的假目标 或者对来袭导弹的导引头 进行电子干扰 即使不是航母打击群的直接编制 但编队在行动中 一般会有不及间随行 甚至还有其他舰队当保镖 在委内瑞拉附近 美军还部署了 硫磺导号两栖戒备群 与福特号航母编队 进行协同行动 以上这些就是福特号的保护能力 看上去很强 但实际上 真实性能要比大家想得更强 福特号航母打击群的战力 并非这些武器简单相加 而是相成 福特号战斗群最恐怖 最核心的战斗力 来自海军一体化防空火控系统 简单来说就是开了全图挂 这个作战概念的核心 就是协同作战能力 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延迟极低 无法被破解 绝对可靠的群聊 战斗群里的所有单位 航母 宙斯盾舰 一二D预警机 都加入了这个群 在这个群里 每个人看到的东西 都会被实时 自动地分享给所有人 系统会把所有这些 来自不同平台 不同角度的传感器数据 融合成一幅统一 精确 无死角的战场态势图 这位战争带来了一个 革命性的变化 我们可以模拟一个场景 一架一二D预警机 在距离航母战斗群核心 300公里外的高空巡逻 并发现了一个 超低空突防的敌方 反舰导弹编队 此时 由于地球曲率 宙斯顿驱逐舰自己的雷达 根本看不见这些目标 紧接着 一二D就会在群里挨的所有人 把这些导弹的精确位置 速度 航向等火控级别的数据 实时广播到全队群料理 几百公里外的博客机 虽然自己的雷达屏幕上 一片空白 但它从群里 收到了一二D发来的目标数据 舰山的宙斯顿系统 毫不犹豫 立即向着雷达盲区外的目标 发射了一枚防空导弹 导弹发射后 会先根据惯性指导 飞向目标大概区域 在飞行中段 天上的一二D会继续通过数据链 给它更新目标信息 直到飞到末端 导弹自己的主动雷达导印头 才会盖机 自己寻找并摧毁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 负责看的是天上的一二D 而负责打的是海上的驱逐舰 简单来说 就是A射B岛 这意味着航母的防御半径 不再出现于舰载雷达的试据 而是扩展到了一二D的侦察范围 直接向外推进了数百公里 即使某艘驱逐舰的雷达 被敌人干扰或摧毁 只要它还能接收群里的消息 它就依然可以作为打手 使用其他平台提供的目标信息 发射导弹 在这种系统的支持下 福特号战斗群的五层防御体系 被无缝地串联了起来 第一层就是外层干扰与压制 EA18G率先出动 在数百公里外 对敌方的侦察 左定雷达和通信网络 进行电子攻击 从源头上干扰或阻止导弹的发射 第二层是远端区域拦截 博客级利用一二D提供的 超视距目标信息 发射标准系列或者是爱国者 拦截三百公里以内的来袭目标 包括弹道导弹 第三层是中程区域 面对已经突破第二层防御的漏网之鱼 护航舰艇和航母自身 发射的ESSM导弹 在五十公里内进行拦截 第四层则是进程电防御 十公里内的来袭目标 就有反应更快的IM导弹 进行精准格杀 第五层就是最后一道防线 如果真的有天选之子 冲破了前面的四道防线 那么等待它的将是 密集阵进防炮的金属网 至于潜艇之类的东西 打到航母的前提是 悄无声息地摸到航母附近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的确可以摧毁航母 但实际上 潜艇很难达到这一要求 详细可以参考古巴危机 美军的航母 区域之外 现在更是如此 大家想象的航母战斗群 可能是舰艇都凑到一起 完事了还能打个扑克 实际并不是 如果是单航母战斗群 航母会在中间 一艘防空驱逐舰 在航母前方75公里处警戒 在航母前方40公里 还有护卫舰呈半圆范围内扑开 再近一点 还有几艘防空驱逐舰或巡洋舰 距离航母20公里 呈环状扑开 攻击型核舰艇 在后方50公里警戒 并由核舰艇提前三至四天出航侦侦查 后面则是补给船队随行 这还只是舰艇 战机还没算 预警机与战斗机 距航母100至280公里飞行 最远的反潜巡逻机 是距离航母370公里飞行 就这战力 如果有潜艇偷偷前进来 火力军只能说 这潜艇是真的强 换句话说 如果敌人的实力达到这个地步 那福特号的性能 也不会是现在这样 而是隐身或者上天了 所以单论常规武器 很难有武器能突破福特号航母战斗群的防御 并直接摧毁航母 当然 正要打起来 火力军的建议还是抢占先机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 在这方面 福特号航母战斗群也是第一 在海战中 一味的被动防御是死落一条 确保自身生存的最好方法 就是拥有能彻底摧毁对手的进攻能力 航母最好的进攻手段 就是触动战机 想要提升这一点 不在于飞机本身 而在于航母起降飞机的效率 在这方面 福特号相比上一代的尼米兹集 实现了待机的飞跃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 在于两项革命性的技术 也就是我们常聊的 第一点就是电磁弹射 福特号的电磁弹射 取代了尼米兹集 沿用了几十年的蒸汽弹射 相比蒸汽弹射 使用线性电磁推动飞机的优势 几乎是全方位的 比如控制更精准 电磁弹射能精准控制推力 加速曲线更平稳 减轻了对飞机机体结构的冲击和损耗 延长了飞机寿命 并且因为不再需要庞大的蒸汽管道和锅炉 能量转换效率更高 除了这些 电磁弹射的使用范围更广 能弹射更轻的无人机 也能弹射更重的重型攻击机 第二点就是阻拦锁 福特号从传统的液压阻拦锁 升级为电磁卧轮吸能的先进阻拦锁 同样能更精确地控制减速过程 适应不同重量的飞机 这两项技术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 让飞机飞得更快更多 福特号的出动架次率 要比尼米兹级更高 如果是持续出动 也就是航母在长达30天的 高强度作战周期中 每天能维持的平均出动架次 尼米兹级的标准作业上限 就是每天120架次 福特级则是每天160架次 如果是高强度出动 也就是航母在应对突发危机时 在短时间内 不惜疲劳和设备损耗 所能达到的极限出动架次 尼米兹级是每天240架次 福特级则是每天270架次 这个数字的提升意味着 这在高强度冲突中 福特号能以比对手快得多的节奏 一波接一波地派出打击机群 对敌人进行持续的高压打击 这种维持进攻节奏的能力 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就像打架 我的拳头更快 更重 自然会赢 这还只是出动效率 还要看出动的是什么飞机 在早期部署中 福特号主要还是依赖超级大黄蜂 但它的设计完全是为了迎接F-35C F-35C加高出动力 福特号航母战斗群 能够在敌方防空网内 实现快速致命的力量投射 如果觉得空中突防风险太高 航母战斗群中的护航舰艇和潜艇 还携带了大量的战俘 可以在前提之外 对敌方的指挥中心 机场 港口等高价值目标 实施精确打击 比如之前打伊朗的时候 就有几十枚战俘轰炸伊朗地面和设施 总的来说 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海上作战力量 福特号航母战斗群的强 并不是依赖某一件武器 而是作战体系 在防御领域 通过海军一体化防空火空系统 将防御纵深 或展至数百公里之外 并用从圆到尽 从软到硬的多层手段 构筑一道打不穿的防御网 在进攻领域 通过电子弹射带来的高出动力 能够发动持续不断的空中打击 掌握战程主动权 当然 世界上没有绝对无敌的武器 福特号也有自己的对手 不过 这就是之后的内容了 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后面再聊 今天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 福特号的防御能力 能抵挡多少导弹的进攻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 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 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 首先 它的外形还圆度 做得相当不错 比例准确 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 也都有体现 材质也说的过去 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 其次 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 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 有一定帮助 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 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 价格确实比较亲民 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 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 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 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 感兴趣的嚴重 一定是说的 感谢观看